农历新年将至 许多地方都会举办写春年的活动来应景 增加过年气氛 不过在新北市淡水区 有一间非常知名的空服园 手作甜点店家 不仅是推出年节礼盒之外 更邀请到了花艺老师 来举办甜点店午后的 手作疗愈时光 让在地居民来参与课程 使用许多花艺素材 一起来亲手制作祈福祝联神 来迎接2024年的新气象 现场的话有很多的同学 都在学习做手作祝联神 那我们现场也搭配了 空服园的手作点心 生乳卷招牌 然后还有我们的饮品 我们祝联神的话 其实就是为了过年前都做准备 那其实它是一个 比较偏日式的一个方式 去做过年的祈福 那可能可以好比台湾的这种春联 贴春联的一个仪式 那其实祝联神它的呈现 会更有文艺气息 然后搭配我们的整个文青的甜点 那其实过年的话 甜甜的 然后又有点气氛 然后让文青的感觉带到家里 执行长表示 祈福祝联神比较偏向于日式的 新年过节气氛 就像台湾常常看到的贴春联仪式 而祝联神使用许多的花艺素材 搭配起来有较多的文艺气氛 还有店里头的若曼蒂鲜如卷 或是松露巧克力 以及咖啡下午茶 让来参与的学员们 可以轻松血液的感受 不一样的过年氛围 而DIY的祝联神 还可以带回家 作为家中的过年装饰 相当有文艺气息 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一种过年方式 那会特别会使用那个牡丹 因为牡丹的话 看起来会比较幽龙华贵 然后配色的话 就会以红色鲜艳为主 那再搭配银顿的话 我们就会就是 就是新的一年的到来这样子 所以才会想说 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让大家一起 迎接过来的新的一年 然后让就是 就是农年的 就是好运农中来这样子 花艺老师表示 这一次DIY手作祈福祝联神 特别使用牡丹花 带有雍龙华贵的气质 配色以鲜红色为主 而这也是在日本人家中 常常看到的 新年祈福饰品 而知青长表示 店内的手作甜点 并不会过于甜腻 学材都以新鲜天然健康为导向 加上店里的位置 甚至就在淡江大学附近 书香气息浓厚 在学期期间 也有许多大学生来访 而未来不仅是会持续的 手作更多甜点 也会开办许多 可以与甜点搭配的课程 让社区来参与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也与大家一起感受 过农历年节的气氛 记得去蹲淡淡水采访报道